凌女士投訴她媽媽在護老院只住了半年 就因為跌傷引致右腳嚴重骨折 洗澡時又被熱水錄傷 加上受其他院有絕染 又生瘡又患肺炎 她受了那麼多痛苦 我好像叫她進來受苦 我不知道那間院是那麼恐怖 那麼殘忍對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什麼都不懂 又不懂說話 一間護老院位於西環 我們曾就凌女士的投訴向院方查詢 院方否認發生過燙傷事件 陸商那個也是我們當日調查 都是同事經手的 配合員工 還有一些就近的老人家 我了解他們是沒有說她聽到她說陸親 但她真的陸親了 有醫生證明 你有什麼證明她就陸親了 有醫生信證明 醫生證明都是無靈兩可 可能這樣可能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醫生信呢 職工盟屬下的社區及院社照顧員總工會就指 政府資助的縮委不夠 私營的安老院監管不足 家屬根本無法選擇 家人如果發覺有些問題 都很難跟院方去追究 因為始終有老人家是院舍住 任何的追究都會引發一個問題 就是很擔心老人家 忠受到報復或者不合理的對待 她又建議社署應該加大執法的力度 設立懲罰的制度以收阻嚇的作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庭貴報導